大哥 我们兄弟俩 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 坐在一起喝酒了 我一直把大哥视为榜样 立志成为像大哥这样 至存高原 眼以滤脊 又成熟稳重的人 虽然你现在 变化有点大 但你依然是我的大哥 是我最亲近的人 我从来不和大哥争强 只要大哥喜欢 我一定会无条件地退长 但是这一次 我不会退长 我要和大哥争到底 就凭你 和我争 我 抢你的瓜不舔 大哥不要再抢人所难了 小薄荷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谁跟你说小薄荷不喜欢我 他把香囊给我 就是赤裸裸的表白 你懂什么 薄荷 他把香囊给我 看见没 送我香囊的女人来了 谁让你喝这么多酒的 跟我回去 别揪我耳朵 大家好兴趣 喝酒 怎么能不带我一个 公主倩量 少将军已经喝醉了 我马上带他回去 谁说我喝醉了 我就说嘛 少将军没醉 还没喝我喝呢 你再这么喝下去 这只臭毛怕是要原形毕露了 公主 要是一定要喝的话 我替他喝 我也要喝 这酒 可是产自我们洛日成的烈酒 男儿泪 男儿有泪不清痰 可是喝了这酒 男儿的泪就不再精归了 小薄荷 你确定要喝吗 喝 你 小薄荷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 我南平馆看上的人 一定跑不了 少将军 一定是我的 那我也跟公主说句心里话 你不要在少将军身上白费时间了 喜欢少将军是不会有结果的 他迟早得回家 我看 你就是以此为借口 想要把自己留在少将军身边 少将军 公 公主 你真错人了 我是洛峰 我给你拿新酒汤去 少将军 你为何 总躲着我呀 难道 总躲着我呀 我不美吗 难道 我不温柔吗 嗯 难道 我身材不好吗 你脸红啦 我哭了 呜呜